大家好 欢迎收看《为你推介》 首先请大家按一按订阅的按钮和旁边小钟仔 一有新片就会收到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是帮港出声博客 施志山所写的 他的文章题目是 李柱铭 何俊仁 无耻上诉 人心不足蛇吞象 因涉及前年818非法集会游行 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 分别被判监11个月和12个月 但同时获得缓刑两年的李柱铭和何俊仁 近日连同因为818和831 两宗非法集结罪成 被判即时入育14个月的黎智英 一齐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诉 这一出《知法犯法》 但无耻上诉的交剧 说的就是李柱铭和何俊仁 人称汉奸的黎智英 对香港破坏早已庆祝难输 目前又另有包括违反国安法在内的 多条控罪在身 有机会欲中中老 在此对他暂且不谈 张焦点对准李柱铭和何俊仁 是因为这两个人身为资深法律界人士 却知法犯法本应该罪加一等 但最后竟然获法官轻判唤刑 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当然也引发社会哗言 香港的法官可能读得翻书多 所以有可能未听过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 所以他们当然不会明白 为什么李柱铭和何俊仁被判唤刑 会在香港引起巨大的民粉 李柱铭和何俊仁当然不是天子 但李柱铭目前是全港执业 年支排名第一的资深大律师 何俊仁都做了几十年的事务律师 他们的法律知识肯定多过90%以上的香港人 所以他们怎会不知道前年818和831 集会游行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切头切尾的违法活动 这两个人如果不是明知故犯 就肯定是为了骗选票 或者要达到政治目的而铤而走险 还有说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精神去了哪里呢 身为大律师的李柱铭、吴靠怡 和律师何俊仁 这三个法律界人物 为什么都可以获得换影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律师背景 那又是基于什么令他们不需要坐牢 我不想说法官偏袒自己的同行律师 但这个问号出现在很多香港人的心里 这个大问题请司法机构出来 和香港市民解释一下 市民不禁会问 七警案、朱经为案的警察 都因为所谓知法犯法的理由 而被重判入獄 而李柱铭、何俊仁 更加是高一级的大律师和律师 齐齐知法犯法 但为什么他们又不用坐牢呢? 至于为什么说李柱铭、何俊仁 提出上诉是一个无耻之举 原因很简单 罪名成立不用坐牢 已经是属万行 但李柱铭、何俊仁 还不满足 还要上诉 证明人心不足 真的会蛇吞象 还有一点更加重要的是 李柱铭和何俊仁 确实是违反了香港法律 全世界的镜头都拍到 2019年的818非法游行 两个人是走在队头的 他们博出位积极参与 犯罪角色不用多说 亦不到他们抵赖 既然是事实裁决 他们两个还好意思上诉 要求推翻完审定罪? 所以说什么都是假 知法犯法就要罪加一等 对李柱铭、何俊仁的上诉 上诉庭应该严证审理 唯有这样才能够释除 律师犯法有特权 不用坐牢的公众疑虑 前年818831非法集会游行 一班泛民政客被裁定 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 但律师派的李柱铭、何俊仁和吴靠怡 获得换迎 不需要坐牢 即时引来社会很大的回响 大家不明白的是 七警案、朱经伟案的警察 都因为所谓知法犯法 而被重判入獄 但需要有很高学力 才可以做到的大律师和律师 反而没有被港城明知故犯罪佳一等 判案结果已经不需要他们即时入狱 但李柱铭、何俊仁还要上诉 难道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对社会很大的贡献 想被判无罪释放? 别这么天真 香港是有法律的 犯了法就是要坐牢 镇 ordinance宁准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